小哈冰山淋上自制糖水 接著咬上一匙又一匙 芋圓仙草等餡料 一顆顆馬卡龍色系的湯圓 在上頭點綴繽紛色彩 讓人看了好療癒 冰品的靈魂還有這一味 那我就把它撒上去了 將大量的麵茶粉均勻撒上面茶 玉水變成麵茶壺 天衣無縫的融合 嘗上一口是清涼也是童年回憶 這個冰讓我想到 小時候阿嬤 套得你吃的那個麵茶的味道 就是在做這些料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就是旁邊有包麵茶 跟大家提議說可以把它加進去 懷舊的配料融入現代冰品 晃龍點睛這家鑽石冰店 主打自製配料 從採買打團到搓成一顆顆湯圓 店家一手包辦 五顏六色的湯圓超繽紛 讓民眾吃在嘴裡 體驗在心裡 要找古早味 澎湖這家冰店也是創意十足 淋上滿滿的仙人掌果 將再鋪上一片片新鮮的石令水果 最後豪邁的給上仙人掌甜筒 限量超級澎湃 店內的人氣仙人掌木桶 冰酸酸甜甜的滋味 讓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來 有點酸酸甜甜的 像另外你的滋味 料這麼多 我裝上木桶 感覺好特別喔 老闆發揮巧思將冰品 裝在十公分大的木桶裡 水果配料層層堆疊 加上特製果醬 多層吃的口感甜而不膩 一大道創意冰品 不僅吸睛視覺效果十足 還讓人吃到滿滿的古早味 復古冰品加上現代創意 成功打造成為懷舊時尚甜品 記者顏優蓉 邱小倩 澎湖報導